在原本的Spreadsheet那邊 我有寫 就是這個投影片的網址 那那個 就是 我們是 那個 我就是那個 戰具發言團有顆粒 然後我今天 要報的就是 電視牆的那個 demo 對 那 好 我簡單講一下就是 電視牆今天完成的部分 就是有關於這個 分享的功能 對 那透過就是長短網址 可以方便分享 比如說 早上簡報有關於 就是我做的香港立法會抗爭 大家可以點這個底下短網址 對 那點下去之後呢 就會出現這樣的畫面 對 那就是 好 直接 好 點出來是這樣子 那 那 左下角就是 當時的這個 Live 畫面 然後呢 右半邊可以有 這個 就是 協作的文件 對 比如說 這邊是 Code for HK 那邊的 開放原碼的社群 寫的有關 立法會 投票光譜的數據分析 這樣子 對 然後下面是他們針對其 火 遊行的一些 直播的那個 一些 資源的文件 這樣子 對 那就是 每一個元素呢 都可以就是 更改大小啊 然後移動啊 對 那就是 就是 公民記者可以使用這個方式來協作 對 然後比如說就是 這個實況的畫面 對 然後 然後 右半邊可以就是 給文波人員打主治港 這樣子 那 有在關注就是 昨天晚上的那個 那個 GNV的 FB的後勤中心就知道 有一個那個 永和和反核的 那個 大戰 就是 對 就是那個 好 好 就是這邊嘛 對 就是針對 就是 浮射地圖 MVP 就是 那個 河南留言 終結者的人 對 出來就是 質疑很多 就是有關 有關於資料搜集的問題 欸 那這時候我們 這個電視牆可以幫什麼忙呢 那 首先呢 就是 就是因為 因為我們知道就是整個 好 大家可以點就是 這個 簡報的網址 對 那就是 為了要就是 幫助就是 河南留言 終結者 還有就是 整個 永和反核之間的 那個 呃 幾乎流於 就是 意氣之爭的 吵架的那個 內容 可以就是 就是收斂 對 那我們可以就是 幫他們 利用電視牆 一個小毛 對 那我現在就實際來 示範一次 對 那這個是我們 那個電視牆的 就是 頁面這樣子 所謂新增畫面 就是可以 新增 就是 比如說 好 比如說這是 永和觀點的 playlist 那我只要 就是把它 貼在 新增畫面 這裡 對 就會出現 那個 對 有關於 永和的一些 這個 呃 影音的論述 對 那 如果這時候呢 我再用一個 反核的playlist 把這個 網址呢 貼到 好 這先移一下 好 貼到這個 欸 他黏著我的滑鼠難道 哈哈哈哈 對然後就是 可以做兩方對照 然後呢 為了幫助他們就是 就是 匯聚整個討論 我們可以開兩個pad 給他 一個是無限期支持 浮射地圖APP 另外一個是 無限期通俄浮射APP 對 然後開給他們之後呢 我再 好 加一個 分手擂台的這個 背景圖片 那 最後的 情況呢 就是這樣 對 對 然後兩邊的人馬呢 好 就是 就是可以就是 兩方的論述都 對 進程 然後呢 以下的文件 可以讓他們 就是收納結論 這樣子 OK 好 那就這樣子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